大家好,我是格子,刚才从网上呢,看见一件特别令中国人自豪的事啊,就是李兰娟院士呢,全程用汉语啊,在网上给美国专家上课,那么这些美国专家呢,听得非常认真,有人做笔录,有人拿来翻译,其实我了解了一下,李兰娟院士的英语非常好,但是为什么在给美国专家分享中国抗议经验的时候,执意要全程用汉语呢? 那么此事呢,对我有两点启发,第一呢,我认为李兰娟院士,骨子里透露着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,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疫情刚爆发的时候,美国不但没有帮助中国,反而落井下石抹黑我们,那么这是路人皆知的,那么如今美国疫情失控,又舔着脸向中国求助,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分享一些抗议经验,那么李兰娟院士呢,做的真是太漂亮了, 其实他完全可以用英语,但是就是要用中文,就是要用汉语,要告诉你美国专家,想听吗?那就要听我们的中国话,其实是在恶心他们,同时呢,其实让他们自己也为之前的行为打脸,你美国想战胜疫情就得靠我们,然而呢,我就说中国话,因为我是中国人, 所以李兰娟院士呢,全程用汉语给美国专家上课,不但体现了李兰娟院士的爱国情怀,同时呢,美国也为他们之前的行为打脸 那么第二给我的启示就是,英语真的很重要吗?英语真的有必要从幼儿园就学到大学毕业吗?甚至比我们的汉语还重要,那么可能大家也看到了,那些美国专家呢,都拿着翻译,认真地在那听课,这说明什么? 语言只是一种工具,它并不影响交流,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,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翻译,何必浪费孩子们二十年的时间去学习别的国家的语言?学学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好吗? 那么通过李兰娟院士用汉语给美国专家讲课,证明语言不妨碍交流。 好,那朋友们,请让我们为李兰娟院士的爱国情怀点赞。 为李兰娟院士征写民族自尊点赞。 为李兰娟院士弘扬咱们的中国文化点赞。 好,那朋友们,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儿,有什么想说的,欢迎在留言区留言,咱们相互交流。